台长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我在这里向师父和菩萨深深的诚悔我过去所做的罪业 特别是邪淫方面的罪业,弟子错了 台长,我这里结几个梦吧 我之前总是看一些不好的影片,犯了一些邪淫的罪 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刚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躺在床上,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在选择不好的影片 然后选择选择,这个床就裂开了一个缝,然后我就掉下去了 在掉下去的过程中,我环顾四周,看到下面是黑漆漆的山 还有一些岩浆在山里面流淌,下面是一片火海 然后我继续往下掉 到了一个石头建造的古希腊的建筑 走进去了以后,里面没有人 边上是一排一排惩罚邪淫之人的刑具 然后我再往前走,隐约看到远处的房间里 有一些正在受罚的人痛苦的哭喊 之后呢,在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恶魔 他身体是暗红色的,头上有两个很长的脚 然后恶魔跟我说,他说这里是新造的宫殿 以后让我来这里任职,来折磨这些罪人 说完之后呢,这个边上房间走出一个穿斗篷的一个仆人 他在地上展开了那种像棋格一样的棋局 那个布局,然后恶魔到二楼以后呢 我和我的母亲都在这个棋盘上面被恶魔控制着 让他让我们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 然后就是我动不了了,之后我就下醒了 下醒以后我全人都是冷汗 你妈妈还在是吧 我妈妈还在,对 之后呢,我醒来以后呢,一直没睡着 然后呢,就是说,不只是说我闷到这个梦境 让我感觉很害怕,更害怕的是 我在梦中恶魔让我去地狱里面,就是说认职的时候 我自己竟然还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感觉就是自己是什么心就会受到什么境界的感召 没有,他不是叫你下去认职 他是骗你下去 我知道,他就是说一些好话,好像是让我下去认职 到了那里我就身不由己 到了那里身不由己,你接下来就被他折磨了 这个是地府的牛头马面 专门,专门惩罚,惩罚那些地狱,你们下地狱的人啊 你已经要下地狱了 我跟你讲了,我再来跟你们讲,我师父跟你们讲 你们真的要熬精的 不要搞啊,你知道这次,这次在马来西亚也是的啊 一个男的啊,真的啊,跟一个女的啊 哎呀,也是啊 哎呀,那个女的身上有鬼啊 就是狐狸啊,狐狸精啊 哎呀,当场就显化给他看了 哎呀,那个男的吓得来 当时勾他的时候 他开心了,两个人还好起来了 所以我跟你们讲都真话 你们不听好了 男男女女之间真的不能乱来的 邪淫的话很可怕的 我不骗你们的 你看看现在哪一个不就是乱七八糟最后才出事的 啊,现在出了这么多事的人 你还看不出来啊 乱搞啊 哎呀,真的是 要下去的啊,要下地狱的 哎呀,真的 师父嗓子都叫破了 你们要好好改啊,真的要好好改 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啊 欲望来的时候咬咬牙要克制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我们是人啊,不是动物啊 动物是不克制的啊 他不管有多少人,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呢 我们是人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三善道的 我们不是三恶道里面的畜生啊 哎呀,真的 你们不改啊,真的以后一辈子在下面吃苦啊 真的,苦死了 好好念礼佛吧 好的 对 谢谢大家